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生命当中 有太多的事情身不由己 有太多的无奈心不得已 言不由衷也许是迫不得已 心口不一也许是情非得已 看不透的伪装正如猜不透的人心 弄不明的感情正如独不懂的心灵 与其多心不如少根筋 与其红了眼眶不如笑着原谅 人生一世糊涂难得 难得糊涂 活得太清楚才是最大的不明白 人知足就会快乐 心简单就会幸福 人的一生难免都会有遗憾 总想如愿以偿 却有那么多的大失所望 总想全心投入 而得到的却是有所保留 羡慕的不能拥有 牵挂的不能相守 想放弃却不甘放手 想忘记却习惯于回首 我的朋友 其实没有遗憾的人生就不叫人生 谁没流过泪 谁没受过伤 风雨波折是成长 眼泪擦干后依然坚强 因为活着不仅是一种经历 一种感悟 更是懂得的一种意义 很多东西 任你多么的努力 终归还是会失去 很多的感情 任你如何的珍惜 却重复着相同的别离 缘分聚散如云 人心冷暖难觅 感情 动心伤情 其实没有什么过不去 过不去的只有自己的心 回忆再美 也只是曾经再也回不去 结束了就结束了 该继续的还得继续 人不能因为感情而失去自己 更不能为了失去而没了感情 有些风景再美丽 不属于自己的 不必太可以 有些剧情再入圣 自己不是主角 不必太入戏 缘分的失去是别离 也是选择的再继续 感情的失去是放弃 也是放下的一种智慧 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不相逢 感情无需奢望 真心就好 缘分无需强求 吃心就好 有人能懂 有心能医 有情能吸 这一生足矣 有些伤痛 可以安慰别人 却安慰不了自己 总有些纠结 不是跟事过不去 而是跟心过不去 明明知道是自欺欺人 却不愿意剖析自己 明明知道没有结果 却不愿意面对现实 有些事看得太轻 反而伤神 有些人读得太懂 竟然伤心 只要脚还在地上 就别把自己看得太轻 只要你还活在这个世上 就别把自己看得太重 因为活着 就是最大的幸福 看似容易 其实不简单 守着一生的平凡 却不甘平淡 总想活得无可替代 却有那么多的有所期盼 缘分变换 总是看不到真实的情感 事态炎凉 总是读不懂人情的冷暖 每个没心没肺的现在 其实都有掏心掏肺的曾经 每个有声有色的爱过 其实就是有滋有味的痛过 我的朋友 好好地活着 别在乎太多 认真的活着 别奢求太多 因为我们应该明白 人只能活一次 所以千万别活得太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